以下文章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佛是教你守五戒 行实善 即孝顺父母 将心性导入正轨 并奸善天下 这样修行才有意义 五戒即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而实善则包括五戒中的前四项 再加上不恶口 不两舌 不其语 不贪 不撑 不吃 而受戒是一回事 守戒是一回事 若是守戒不言 则容易被意念牵着走 造下罪业 恶性循环 现场开示 阿伯的话 精华语录 有个经验 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守戒的重要 从我很小的时候 常常会有怪梦 尤其是梦到有人被玷污 邪淫的乱梦 当时我不了解这些梦的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很不舒服 邪淫的意念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并非我刻意去想 而是自然的浮现 有时候出现 有时候消失 看到男生或女生 容易有性器官的画面 但不是我对他们有兴趣 是脑中意识不断地浮现这些画面 我也不晓得原因 只是觉得很困扰 直到开始在经社念经 修行 消业障 消外道院时 在房间床上昏睡 梦中看到一个不认识的老男人压着我的身体 当下无法抵抗 后来我到经社寝室佛菩萨 才知道前三世 我是女众 在某中道场出家 并且还修双修法 因为出家犯淫戒 被上面贬为摩姆 108年 佛菩萨开示 消除过去世 双修法 邪淫的阿赖耶士影响 金刚经 药师经 地藏经 各450部 回向完 要到经社 请阿伯消除阿赖耶士的记忆 109年 佛菩萨开示 化解 摩姆的业力 提升 自己的心性 金刚经 2500部 109年 佛菩萨开示 化解 过去修 某中的外道院 六祖檀经 1750部 阿伯说 阿伯说 戒律 不可犯 更何况是 出家犯淫戒 伤害佛教的形象 犯戒 表示心仪不清净 除了脑事 被自己污染 黑气很多 念念成形 会不断地 浮现邪淫念头 也会被戒神 处罚 阿伯还说 想要修行 脱离轮回 一定会有色考 孔子说过 实色性也 因此 色考能考过的话 想必心性境界 不简单 由于前三世 我没有智慧 不懂明辨是非 跑到外道出家 犯淫 后遗症事 影响到我本事 脑中混沌 意念杂乱 黑气重 干扰多 邪疑念头 常浮现 容易昏睡 智慧 被黑气 仗毙 运途不顺 而且 很容易跟 磁场 黑气重的人 相应 负面思想多 行为 举止怪 很难遇到 比较正常的人 以及 对异性 会感到 莫名害怕 真的是到 金色修行后 佛菩萨 慈悲 保佑 有在念经 修行后 才稍微有 改善 因果 真实不虚 现在是 纪元转换 业力总清算 过去所做的事 都会回到 自己身上 这些考验 让我深深体会到 修行 绝对不能乱修 一定要修正法 而且 修行路上的考验 陷阱很多 每一步 都要小心翼翼 才 根色 是必经的考试 是我一路以来 修行的根基 没有打好 才会堕入深渊 苦不堪言 这是深刻 又痛苦的经验 因此 修行要将正法的基础 打好 不能犯戒 与大家分享 那么本师 释迦牟尼佛 分享完毕 修佛 是学习佛的亲近 佛的庄严 佛的圆满 我们之所以 还是众生 就是因为 不是道理 不守规矩 戒律的存在 就是佛陀 不忍众生迷糊 违反天理 照下恶业 而不置之 避免我们 堕入三恶道 或染污身心灵 因此 对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仪 设下种种 修行规范 帮助众生 在修佛路上 不至于 行差 踏错 因 一旦心事 蒙成 懒黑 要恢复清静 是困难重重 人 是灵体 与陋体的结合 陋体 有生理的冲动 与需求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修行 如果眼光 只在三界之中的话 那也必须 守五界 行 实善 在淫欲方面 需要严守 正淫 即使 只能与自己的配偶 亲密 但也不可 中欲 且千万误犯 邪淫 就是与配偶 以外的人 行淫 但若要出离三界 则必须 断欲 去爱 淫心不除 成不可出 连淫心 都不能有 更何况 是淫行 淫淫 是凡夫属子 轮回的因子 出家众的自相 是出托 轮回 是超凡路胜 是担佛家业 故须 借淫 断淫 只是保持 清净的 身心灵的 必要方法之一 愣言经中 是尊 慈悲 垂世 愿何 正性 安安 如是众生 如三魔地 要先延迟 清净戒律 涌断 淫心 不掺 酒肉 以火 进食 五淡 生气 安安 是修行人 若不断淫 几予杀生 出三戒者 无有是处 当官 淫欲 犹如 毒蛇 如见怨贼 掀持 声闻 士气 八气 直升 不动 后行 菩萨 清净 律宜 执心 不起 宣化 上人 对此段的解释 如下 什么是正性呢 阿难 杀到淫妄等 是为生死的正性 这些众生 要入三魔地 增修行为 应当先将 这生死的正性 挖除 即延迟 清净的戒律 永远断除 淫心 不饮酒 不食肉 饮酒 能乱性 性乱 便会做出 种种颠倒事 要完全素食 并需以 活煮熟吃 不可生吃 阿难 这样的修行人 若是不能 断除 淫欲 戒绝杀业 而向超出 三戒者 那是绝对 不可能的 应当是淫欲 如毒蛇 如冤家 如劫贼 欲者 并会上身 使命 因此 当先持 身文的 禁戒 即比丘 四气戒 撒 道 淫 妄 比丘尼八气 杀 道 淫 妄 万 万 再加 处 入 赴 随 以境界 来约束 身心 身 三姿 是杀 道 淫 口 四姿 是妄语 其语 两舌 二口 身口 共七之 坚持不犯 然后 再履行 菩萨的 十从 四十八清 清净 律仪 手心 不起妄想 持戒 清净 这样 才能 置心一处 才是 境界 成就 修佛 不简单 大部分的人 都卡在色观 人生必考 才 与色 不管过去世 是何身份 本事 与人相处 要守好 奋计 不再 其位 不谋 其整 无论修到 何等境界 考验一来 都会有 无法避免的 杂丝 尤其是 社官 此时 出关卡的 关键 是警觉心 定力 与浩然正气 如何约束自己 进而破除 对淫的迷思 清净自心 佛经上 都说得明白 只是我们过去 犯下错误的当下 在违背 守戒 誓言的时候 已将戒律 抛诸脑后 心中早已 不信佛的话语 造业时 心中乐油油 受暴时 心中苦悠悠 是自受因果 却也是 何苦来哉 不听佛语言 吃亏 中献钱 染污 乱心事 灵性 苦万千 勤诵 诸佛经 恭敬 戒律行 经成 转心性 断诸 三戒情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 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 众生 累结累至 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 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 问到没神 者 不妨一试 因为 经社 异工 分别住在 不同 县市 且 平日 各有 工作 只有 星期天 早上 才开办 祭祀 现场 请示 台湾 彰化县 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 271号